先生 先生 马上进站了 没有 我去到长沙的 那你为什么在八号车厢啊 八号车厢是怎么的 八号车厢都是前往武汉的一刻 刚才的广播你没有听见吗 今天国家卫生线事件 一级一级监管 一级七百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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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志愿者就保持保住了 对 管持管住 洛门 谢谢你啊 你要在这个防火楼上面 指导自己的名字 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回收餐盒 清理生活垃圾 拖地 消毒 每个环境都要消毒 我这全副武装的 虽然太大了 还想用了吧 别打错过 赶紧把精神处理干净 我被吐了一身 你既然来了 就得对得起这个名字 我们六楼需要的是一个 能帮我们当国的志愿者 而不是一个工作者 你手抖成这样 还能入吗 我真帮不了你了 你别害怕 你刚才说的事情 我都经历十几次 你看我 我还是好好的嘛 如果你确定不能帮忙 那我会去找 那我再试试一下 我特别讨厌孩子 那个房间 我说什么都不耐心 你俩吃饭了啊 一号到七号时间病房 可以搞个卫生呢 不合作啊 不合作 我跟你就不合作 那家卓阿伯跟你又收拾了一遍 你这么大包子 多大脑子 你老是人家贴的麻烦 我就是一个志愿 他去救你的脑子 这是他的本质的工作 什么叫我女他贴的 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志愿者呢 人家是第一个来的 大年三十那天 我二十二号到 二十三号上午十点 封城了 我想 我喊 遭受了责打的蓝 你应该走个点莫斯 所以我就报名 当了志愿者 大姨 不好意思啊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 你这么说 我还挺高兴的 就说明 我的工作做得挺到位的 对不对 小图啊 其实宝洁这个工作 好看得很好 甚至在有些人的眼里 很低微 但是很重要 特别是在这个非常时期 所以我觉得 我们俩是这个科室里 最重要的事 要为我们点赞 真的 我说你犯错误了吗 兔子叔叔 你现在都成名人了 妈不生气 妈觉得 我儿子长大了 成熟了 在这个特殊时期 你能做出这样特别的选择 妈为你骄傲 我儿子长大了 我儿子长大了 在这个事 以后 你怎么说我 还有人的空 你们可以做出什么的东西 你身上去 你特别是什么